哇哦 这位小公主 你的这件裙子好漂亮亮呀 可不可以送给我呀 嗯 这是我买的 我为什么要送给你呀 我又不认识你 我说送给我就得送给我 我就不送给你 呦 硬的不行 来软的吧 哎呀 小姐姐小姐姐 刚才实在不好意思 是我口气太差了 我买了Hello Kitty的蛋糕给你吃 哦 那你值得相信吗 你要值得相信的话 我就吃了这个块蛋糕 哎呀 我当然值得相信咯 哎呀 小朋友们 我还是有点后怕 如果我吃了这块蛋糕出现什么事情 你们就赶紧的点关注 和红心封印住它吧 然后评论区里回复123 让我的妈妈来帮我 喵喵喵喵 哎呀 疼好运 好运 哈哈 裙子拿走喽 刚才好像听见她说要封印我 又怎么着 可不能送 红心也不许点关注封印我 更不许告诉她的妈妈来抓我 老大 这个奥特曼是我抓的 能不能分一点给我吃呀 去 我可是你们的老大 这个奥特曼必须我吃掉它 好了好了 你们都别争了 你们有红心吗 给我吃一颗红心 我就可以变大了 这样 你们两个都可以吃饱了 哦 他说的对呀 快 小奥特曼 我刚好有一颗红心呢 快吃吧 喵喵喵 啊 老大 快看 它真的长大了 我要吃掉它的头 那我就吃了它的身子和脚丫子 臭怪兽 想吃我 没那么容易 小朋友们 快送些红心能量 让我打败僵尸吧 我是啄木鸟妈妈 我今天的工作都做完了 今天我来帮小猫叫几条鱼来 先钓一条嘴鱼 哈哈 我一下子就钓到了 再钓一条大嘴鱼 快看 大嘴鱼也钓到了 哦 这条鱼挺大的呀 就钓它了 哎哟 钓到了 哦 这是一条什么鱼呀 亲爱的小朋友们 你们认识它吗 你们能叫上它的名字吗 快点点红心告诉我 女儿们 你们都站好了 母后给你们分可乐棒棒糖吃 这一个可乐味的棒棒糖 就给你们三个人吃吧 母后 你那里还有这么多的棒棒糖呢 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只给分一个呀 你们三个整天吃好东西 今天就吃这一个吧 母后 我要先走了 我还有很多的活没有做呢 白雪 你等一下 白雪 你以后不要再去干活了 剩下的这些可乐糖果都是你的了 母后 我没有听错吧 这么多的棒棒糖都给我吗 白雪 你没有听错 这些都是你的 母后 我不同意 我们三个吃一个棒棒糖 白雪竟然一个人吃三个 我也不同意 你这样做 小朋友们会给你打零分的 小朋友们也不会送给你小红心的 谁说的 我这样做 小朋友们 你们真的会给你 哎 我这一天呢 抓谁谁都跑 我呀 自己进里 待一会吧 哦 我抓住你了 抓住你了 这回我看你往哪跑 说什么呢 小胖狗 是我自己进来的 没有 没有 就是我抓住你的 谁看见你进去的 是我抓住你了 太好了 今天晚上你就是我的晚餐了 啥 我是你的晚餐 哈哈 我的晚餐还没着落呢 我成了别人的 哦 这谁的风车棒棒糖啊 我的 这还有一个呢 又是谁的呢 我的 哈哈 还有一个呢 这是我的 啊 不会吧 公主们这今天都是怎么了 这么爱吃糖啊 哎呦呦 看看你们 一讲公主样都没有了 这么爱吃糖啊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吃糖果吗 快点点红心 告诉我老屋吧 小只佩奇 妈妈有事要去忙了 这个小狗狗就由你们在家照顾她了 我还真是第一次照顾小狗狗呢 我也是 姐姐 我们陪小狗狗玩吧 那好啊 小狗狗快跑啊 快跑啊 哇 小狗狗跑得还真快啊 姐姐 小狗狗怎么停下来了 哦 可能是她饿了吧 姐姐 我喜欢小恐龙 我要把小恐龙给小狗狗吃 乔治 小狗狗是不吃恐龙的 那她吃什么呀 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小狗狗吃啥呀 小狗狗白